大家好,我是孔凌杰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教商管程式设计 今天的Lecture呢,我们要讲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那基本上呢,也蛮令人兴奋的 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写的Program 大体上来说,跟使用者互动的方式都是 Input啦,Print啦,之类的 黑底白字,纯文字界面 那虽然上一次呢,我们有教大家怎么画图 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桌面应用程式 它毕竟不是真正的可以让使用者 透过图形界面的方式来跟程式互动 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就是 我们如何做图形化的使用者界面 包括使用者可以用滑鼠啊 他可以按Button啊 他可以这个做各式各样的事情 让你写出来的程式更接近 你平常在Windows或是Mac上面会用到的视窗程式 好,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个影片里面 我们来先介绍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么User Interface 使用者界面 它基本上呢,就是让人们 来跟程式互动的一个界面 所以我们以前呢,透过Input 透过Print,现在我们想要透过Graphical的User Interface 那User Interface的Design它当然是很重要的啦 包括我们要让使用者觉得很自然很直观 他用了呢,才不会容易就是操作错误 如果你在设计一个这个网页的登入界面的时候 你是让使用者先打密码再打账号 那这个就不Intuitive啦 第二个呢,是Fail Safe 比如说呢,我们会让使用者在网页上注册资讯的时候呢 比如说账号打完了以后 如果你需要它打密码 有一些网页会请你打密码打两次,对吧 不然的话,要是密码打错的话 后续是会很麻烦的 那又或者呢 我们在很多网页上我们需要输入日期 的时候呢,它会给你一个阅历让你选 而不是给你一个文字方块 让你直接打字进去 因为你打字进去的话,可能会打错嘛 你可能会不小心打了民国年 但它要的是西元年 或者是你打了一个2月30号,对吧 所以呢,网页必须要做检查 要嘛它用文字方块打 你打完了以后它检查 不然就是它干脆直接给你一个阅历让你选 那希望呢,可以做到防呆或者是容错的效果 那最后呢,当然就是User Interface 必须要让使用者有好的使用者体验 那那个讲下去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啦 从色彩啦,配置啦,流程啦等等的都需要注意 所以呢,我们点到为止 那么呢,我们截至目前为止 就如刚刚所说的 我们都是用text-based interface 也就是用文字 你可能称呼它为comment line 命令模式 或者是你称呼它为console 或者是你称呼它为terminal 主控台啊,终端机啊,whatever 反正就是那个黑底白字的东西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试着建立我们的第一个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的program啦 所以有一些时候呢,我们把这件事情称为前端开发 因为我们的重点是,我们要让前端在使用者在用的时候呢,觉得好用 那它跟后端的逻辑 后端的运算,后端存取database啊,网络连线啊什么的 某方面来讲是分开的 那这个再讲下去就是软体开发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就先就此打住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比较称为front-end 大体上来说是给user端用的,就可以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开发一个这个user interfac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那我们通常就缩写为GUI 也有人叫GUI,这样 好,开发一个GUI呢,重点当然就是 首先,它这个东西比较好用啊 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要打字进去的东西 要用文字指令才能操作的系统 你就会觉得不怎么直观 好,那很久以前的电脑当然基本上都是text-based的 那后来才陆陆续续有GUI 那个人电脑会普及,当然也是要感谢GUI啦 毕竟对一般人来说,用图形界面的确是容易多了 再来,如果你用GUI的话,比较容易做failsafe 就像刚刚讲的,你让使用者直接输入一串文字 那你就要做后续的检查,其实也挺麻烦的 那你的user当然也很容易打错 但是如果你今天给他calendar的话 那基本上就,你完全可以从calendar控制 他选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 又好比,你让使用者输入y或是n 跟给他一个checkbox 这个也有差,checkbox就是 你在网页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个框框 请你打勾,那就是checkbox checkbox只有打勾或打差的,或者是不打的可能性嘛 你让使用者输入yn,他可以输入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 输入小数点啊,输入整数啊,谁知道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需要他输入12345的其中一个数字 你还不如给他一个下拉选单 下拉选单就是网页上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这样子 然后你按下去了以后呢 出现一个下拉选单 12345 然后选一个 这样子 相信大家应该多少都用过 那这个情况下呢,因为你是给他选 自然他也没有乱打的可能性啦 所以图形界面他至少有这两大好处 对吧 好用 使用者会喜欢 而且比较容易容错 那当然他也有缺点 他的缺点一般来说呢 就是 如果你直接跟checkbox的Uter-insurface比的话 他的performance 系统运算的效能是比较耗资源的 那自然呢,普遍来说performance也比较差 好,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有一台伺服器 接受各式各样的这个需求 那基本上他就比较不会 有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我们在终端界面上会做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但是在大型主机上可能就不会 好,不过anyway 这个大概也不是大家烦恼的啦 你就直观地理解 你的电脑要能够跑出文字界面 那不耗什么资源 但是要能够跑出图形界面的话 他就需要多花一些运算资源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来学习 怎么开发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那我们当然呢就是一样 用python来当作我们的语言 用python来做GUI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比起用这个传统的系统语言 C啊,C++,Java来的容易 所谓容易的意思就是你写的code 你写的程式码的行数不用太多 就可以做出蛮不错的GUI啦 那这当然也是因为python是比较晚近 才发展起来的语言 自然就会有这种好处 那,C++也可以写GUI 大家有兴趣的话 当然将来可以试试看 不算是很方便 当然是做得到 那Java呢也可以 在我念书的那个时代 Java写GUI是比C++方便一些 不过也蛮辛苦的 用python在这门课里 让我们用python这个语言 可以快速的建构GUI 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那不过呢 他还是比做web来的麻烦一点 今天这个年头啊 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如果真的要开发一个GUI 恐怕不是拿python来写试创程式 就是不会做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恐怕会直接写一个网站 或者是直接写一个app 那以网站来说呢 现在一般人会写HTML 会写JavaScript 会写PHP 各式各样的语言 那么呢 这些东西要写出图形界面 事实上是比用python更容易 那这个你也可以理解 因为网页这种东西 是透过浏览区一起开的 浏览器看到了一些程式码以后 他会自动把它转成图形界面 所以写网页本质上就是图形界面 你很难用网页程式开发去做什么文字界面这种事情 所以你真的要开发商用的程式 真的要做图形界面的话 写web可能是最快的 那当然我们今天还是要来学这个GUI 一定程度上呢是因为这个东西比较fundamental这样子 那么我们今天学GUI 就是我什么时候会想要打造GUI呢 基本上就是你在做这个DeskArt Software 你就是桌上型的程式 或者是你在写APP的时候 你才会这么做 如果你今天单纯的只是想要implement一个algorithm的话呢 你其实不会写GUI 你就会直接写这个文字界面就好了 那或者是你想要写一个application给自己用的话 很多时候写网页比写GUI来的快 那大家有机会的话 以后可能会想要去学一些这个网页设计相关的这个课程 或者是自己学也都不错 网页程式设计跟这个我们这门课教的程式设计有点不同 但是它当然相通的地方还是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这门课已经完整的学完了的话 再去学网页程式设计 就会比起你之前 从来没有学过程式设计的时候要快得多啦 所以这个也是鼓励大家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个用python写GUI 大体上来说的目标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就是得到GUI的一些fundamental ideas 有了这些fundamental ideas 你以后不管是写app还是写网页 事实上帮助都很大 你等一下很快就可以看到写GUI的时候 它在程式设计的逻辑和思维上 就会和以前写文字界面的UI有点不同 而那个有点不同的东西在web 在smartphone在GUI都是成立的 所以以前我们写文字界面 现在我们写GUI 或许以后你会想要写web 你会想要写app 那他们当然web app和GUI 和桌上型的这个程式设计略有不同 但是呢他们之间share蛮多共通点 而且这个共通点呢是和text不一样的 所以从text能移动到GUI的话 再去移动到web 那就更容易一些啦 另外呢就是上礼拜交了class 这礼拜我们来写GUI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class是非常直观的一种东西 就是我要写桌上型的视窗的话 一定会用到 应该说是用class是再直观不过的事情 所以今天也可以当做是上礼拜的一种延伸 就是原来写class可以干这些事情啊 这样子 那另外呢就是希望大家更能够有机会体验到 软体开发以及上网搜寻的这两个任务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写程式 不可能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记在脑子里 我们一定会需要上网查资料 当你写的程式越复杂的时候 你越需要这么做 你很快在今天的课程里就会发现 我有好多新的指令要记 不不用记 你只要有个印象之后去查就可以啦 那这个呢事实上也是大部分软体开发的必经之路 以及最后 hopefully上完今天的课程以后 如果你写程式要给你的爸妈看 要给你的朋友看的话呢 你可以给他们看好看fancy有趣的东西 而不是只有黑白文字界面 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那么呢我们既然要教怎么样写GUI 当然要先对GUI的基本架构有一个了解 所以呢我们要写的GUI在今天这文课里 我们要写的是桌上型的程式桌上型的视窗程式 所以我们会写出一个又一个的视窗 那这件事情大家也不是觉得太奇怪 对吧 你不管用Windows还是用Mac 基本上呢你每开一个Program 它就会跳出一个视窗 你开Word跳出一个Word的视窗 你开浏览器跳出浏览器视窗 你开控制台啊小画家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会跳出视窗 所以呢桌上型的应用程式基本上就是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视窗 有的程式会开好几个视窗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写视窗 视窗里面有什么呢 首先它有一个header对吧 我们的每一个程式 以Windows来说长的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它如果有一个视窗的话呢 最上面画红色框框起来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header 通常会有一个icon 就是图示 通常会有程式的title 以及通常会有三个bottom 就是最小画最大画 或者是回复原状 以及把这个视窗关掉 这件事情呢 对几乎每一个Program 都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个呢大概 大家应该也还蛮熟悉的 如果你用Mac那就是另外一套界面 但你也可以想象 Mac 它的每一个视窗 基本上header的部分长的 也都是大同小异的 然后呢 我们在一个视窗里面 会有很多的widgets 那widgets 也有人称它为component或是elements 它大体上来说呢 就是那些可以让你操作的东西 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叫它们为icon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以我们这个PCMAN 或者是任何一个随便你打开来的Program 上面会有哪一些widgets呢 首先我们会有button 就是有按钮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让你回到首页啊 这个屏蔽掉这个页面上的这个广告啊 或者是让你打网址啊等等 你有一些按钮是可以用的 再来我们有checkbox checkbox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闪烁 打勾了以后呢 会启动或者是关闭一些功能 或者是说我知道了 我同意之类的 那个叫checkbox 就是打勾或者是不打勾 再来呢我们有所谓的label label这种东西就是它没有互动的功能 但是它就是display一些字 在视窗上给你看 让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干嘛用的 所以就是这个搜寻 搜寻冒号这三个字就是label 它就是给你看 让你知道后面这一段 是让你打字进去搜寻的 如果没有这个label的话 空有后面这个搜寻栏 你就不大知道那个要干嘛了 再来是textbox textbox是给你打字的地方 比如说打网址的地方 这里你可以打http 或者是你可以打这个telnet等等 或者是在这里搜寻栏 你可以打字 textbox是让使用者打字的东西 再来有一些视窗有menu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menu有menu item 连线是一个menu item 按下去会发生一些事情 bps最爱按下去会发生一些事情 所以一个menu有很多menu item 每一个menu item按下去 可能又会多一些事情出来 然后呢可能会有canvas canvas就是底下这一块 就是它上面可以画图啦 可以绣字出来啦 可以放各式各样的东西 就是一个canvas画布嘛 最后呢可能会有dropdown list 就是这里 你拉了以后呢 它会跑出一堆选项给你选 那就是dropdown list 所以我们先认识一下 有这些名词 那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啊 大体上来说 在做的事情就是 去create一个window 然后把这些widget加进去 所以呢 createwindow要怎么做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写一个class 这个class 会让我们可以用来 启动或者是创造我们的视窗 而我们写这个class的方式呢 是我们不会从头开始写 我们会去继承一个 在library里面 已经帮我们写好的window class 大家现在应该还不太知道 什么叫做继承 不过没有关系 等一下的影片会讲 大体上来说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以前写过一些function 这些function里面 用到了library里面 建立好的function 对吧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library里面 已经写好class了 所以我们去利用 寄存的class 来建立新的class 有了class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建立object 对吧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许多的object 加进我们的window里面 所以呢我们会有 button object label object 等等 把这些object 当成是我们的window class 的member variable 把它一个一个的宣告出来 然后呢我们会指定 它们长什么样子 我们会指定它们的位置 然后呢透过什么 透过把这些object的属性改掉 所以window本身是一个class 而这些label啊button啊 也都是class 所以它们里面又有属性 又可以改掉 是一个蛮清楚的阶层架构 window里面 我们要设定一些 它这个window class的属性 我们要放这些button啊 label啊之类的进去 而一个button或label呢 它又有一个它自己的属性 位置啦大小啦 字的内容啦等等的 我们就改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我们要决定 这些button啊dropdown list啊 按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define 它们的member function 然后呢define member function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说 当遇到事件的时候 例如一个button被按的时候 应该要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把这整套 都做完了的话 那基本上 这个window就写的差不多啦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这套影片 录的时候呢是对windows系统 在当示范的 所以我们会在windows系统上写程式 并且跑出视窗来 如果你用的是mac的话 87%像 但还是有极航code 会略有不同 而且你跑出来的程式 的视窗会长得略有不同 功能会一样 但是画面会不同嘛 所以呢请你去看 那我们会提供给你的supplemental handout 我们不会对着supplemental handout 再录一段影片 但是你把这段影片看完了以后 你再去看另外那一份supplemental的头影片的话 你是mac user 应该也pretty much 可以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写程式的overview 我们会键class 然后把东西放进去 每一个东西都是class 而我们接着去modify它的 member variable 还有member function 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呢 我们就来开始制作我们的第一个GUI program吧 那我们呢 就是透过leads的方式来一步一步的带大家看说 如果我们要建立GUI program 那依序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 以及每一件事情代表的意涵 是什么 那么呢 我们的第一个example里面呢 我们要做一个calculator 计算机 那我们会先做一个简单的 再做一个更fancy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啊 在这个example里面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 是一个square root calculator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个简单版的计算机 或者是你用windows的话它叫做小算盘 小算盘大家都用过 基本上就是你按按钮 可以输入这个数字 假键盘也可以输入数字 然后你可以做加减乘除 开根号各式各样的活动 那么呢 我们今天做个简单版的 它只能做square root 所以我们的user 它可以打 它可以按这个滑鼠 用滑鼠去按这些这个数字键 然后呢 藉由按这些数字键来输入 我们的这个数字 那因为我们的键盘上 说数字键的键盘上 也没有让它可以输入负号的地方 所以自然就会是non-negative的integer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使用者 可以按下这个square root的icon 在这边 这个按钮按下去了以后呢 就可以得到 它所输入的数字的根号 大概是这个目标 然后呢 我们会让这个根号是一个float number 然后呢 是精确到第二位数 大概是我们这个example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依序要做这些事情 我们要create window 我们要把这个window做出来 然后呢 我们要做一些component 或是一些icon上去 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label 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有一些button 1234567891011 我们要放11个button 11个按钮上去 然后呢 我们要implement一些event trigger functions 意思就是 当有人按下1 当有人按下开根号 要发生一些事情 并且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排得漂漂亮亮的 大概是这个目标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开发啦 我们的calculator 0.1 就是我们来create一个window 做的事情大概是这样 我们呢 必定要使用library的嘛 不然谁知道怎么开发一个window 一定有人帮我们已经先把这些作业系统啊 输入输出啊 的事情都打点好了 好 那我们呢 在这里使用的是叫做tkinter 的这个一个这个library 那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发音啦 不知道是tkinter 还是tkinter 还是whatever 但总之 我们使用这个library的话 就可以来产生gy 好 所以我们先做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import tkinter 然后这个tk呢 就是我们给它的别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写一个class class叫做calculator 这里哦 我们写一个class叫做calculator 但是这个class呢 并不是我们从头到尾写 而是我们去继承一个现存的class 叫做frame 大家注意看这里 这里有tk.frame 它的意思很明显啦 就是 这是一个tk这个library里面的class 我们利用旧的class 来继承出新的class 所以呢 我们今天先看一下什么是frame frame frame是一个empty的windowframe 也就是说 如果我来create一个frameclass 要用frameclass 来create一个object的话 我会看到一个空空的视窗框架 OK 它会有一个视窗 但它里面没有东西 那么 这个东西 我们要先把它得到了以后 待会儿再去写code 把东西加进去 那么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继承 因为我们不是真的要去modifyframe的内容 frame是人家写好的 我们无从修改它 但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我们继承frame 来create一个我们自己的class 继承一个class 会得到什么呢 我们会得到所有在旧的class里面 被define好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想像frame里面 它已经帮我们写好很多各式各样的 member variable 跟member functions 让我们去用 让我们一create一个frame的时候呢 就会得到一些 每一个视窗都应该要有的基本的东西 有了它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产生我们的calculator 待会儿再去里面加东西 大概是这个目标 所以呢 最后我们只需要知道 我们要继承一个class要怎么写 就是我们在建立class的时候呢 在后面打个括号 仿佛好像是我们在一个函数里面 传入了一个参数 我们把这个class的名字放进这个括号里的话 就会达到继承的效果 也就是说tkframe是existing class 而我们要建立的是这个叫做calculator的class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我们的calculator is a frame 我们的计算机也是一个框架 也是一个window 对吧 大家都是window 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window 但是我们建立window的方式 不是从而到尾都自己写 而是我们利用已经存在的window来做 那接着呢 我们要写几行字啦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class里面要定义的东西 我们在class里面定义一个constructor 干嘛呢 就是每当我建立一个这个calculator物件的时候 我们就要呼叫constructor来做点事情 那我们这个constructor啊 首先要去呼叫tk.frame.init 它的意思无非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但反正frame本人一定有一些constructor要做 那我们赶快先把frame的constructor做完吧 frame的constructor呢 基本上就是他会去把这个视窗做出来 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先呼叫parent的constructor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呼叫一下我们这个class的一些事情啦 我们来呼叫一个member function 叫做grid 这个叫grid的function呢 也不是我们写的 也是frame写的 它的用途就是它会在我们的视窗里面 产生一些格子 产生一些网格 让我们可以把widget放进去 此刻你还听不太懂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总之某方面来讲 这两行就是麻烦你先照抄啦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尝试看看 我们在这里 等于是先用calculator来建立了一个物件 用这个物件呢 我们就可以来这个做一些设定 首先在物件里面 我们用物件来呼叫物件的物件的一个member function 然后呢 传入了叫做mycalculator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在干嘛呢 这个东西就是在说 我这个object 我这个视窗的title 我要让它叫mycalculator 那视窗的title是什么 等一下你马上就会看到了 基本上就是上面那一条这个标题列 我想要让它出现的字样是mycalculator 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里讲的 用一个frame的member function 来setuptitle 那你说老师我怎么知道要写这样 你当然不知道 你是看线上文件才知道的 OK 最后呢我们要呼叫一个函数 来把这个这个程式跑起来 把这个视窗跑起来 我们跑起来的呢 就是叫mainloop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写下去了以后呢 这个视窗等一下就会show up 而且这个视窗会持续的去listening to events 就是会去听我们这个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东西呢 就很像我们在python2里面写roll input 或是我们在python3里面 如果我们写input的这个函数的话 写input这个函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还有印象吧 城市基本上会停在一个地方 然后游标在那边闪啊闪的 等着你输入一些资讯 城市会停在那里 那么我们今天呢用mainloop也是一样的 我们呼叫mainloop了以后 我们的视窗 他就会分心 他就会开一个频道去听 有没有使用者按按钮 有没有使用者敲键盘 有的话他就去做相对应的工作 这个东西就是mainloop的功能 那你仔细想想 我们使用过的视窗程式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程式在跑 你开了一个word 开了一个excel之类的 他都是当你有做什么的时候 他就做一个相对应的反应 当你做什么就做一个相对应的反应 有的时候他也做运算 但是他无时无刻都在听 你身为一个使用者 你给他下什么指令 那就是这个mainloop 这是一件 除非你把视窗关掉 不然不会停下来的事情 他要一直一直一直底去听 有没有人对他做事情 那这个一直一直一直 你可以想象 它是一个持续的概念 每当你按 他就会知道 又或者你可以想成是 他是去检查的 他只是每个很短很短的间隔时间 就去检查一下 刚刚有没有人来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废话不多说 总之 如果你就是复制贴上了的话 你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们今天呢 这个program在这里 我们import,tk,inter 然后calculator 然后刚刚那三行 然后这样 要执行 就直接程式跑下去 跑下去了以后 你就看到左上角这个啦 这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这什么东西 你呢 可以把它拉大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写的calculator啦 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像羽毛的东西 这个是tk,inter 它帮你预设的icon 那要改可以改 不过我们今天不做这件事情 这个mycalculator 比较简单 你传什么字串进去 它这里就出现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确实很像是一个正常的windows视窗 对吧 因为它这里可以放大缩小 你可以最大化 你可以变回来 你可以最小化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关掉 这些事情呢 有兴趣的话 试试看就好了 所以 这确实是一个空白的视窗 空的框架 就是里面没东西嘛 它就只有这个框 然后有上面的这个标题列 其他就没有了 但你还是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基本的功能 这个 这个 这三个按钮 基本上就是每一个视窗都要有 所以不劳您费心 Library已经帮你写好了 只要你用Library 来create一个视窗 这三个功能就存在 而且呢 它们会正常的运作 按下去它就是会最大化 按了以后它就是会变回来 这件事情呢 系统会帮你处理 所以我们只需要费心 把里面的content填进去就可以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 好 那空空的不行嘛 所以我们有一个框很棒 但我们接着要往里面填东西 填东西就是Add Widgets 所以呢 让我们修来把这个Label 还有这11个Button都加进去 那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是让我们的这个画面 看起来像右边的这个图一样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 我们要加这些Widget进去的时候 我们显然必须要指定它们的位置 对吧 那指定位置这件事情有很多种做法 比如说你也可以对每一个Widget 精确地去讲说它要放在哪一个像素上 X像素移动多少 Y像素移动多少之类的 但大部分的时候呢 其实你也不需要那么麻烦 因为你回忆一下你看过的视窗 是不是大部分的这些Widget排的都上称整齐 对吧 它不会 基本上就是会排成一列啊 排成一组啊 排成一蓝啊之类的 它不会没事在那边弄得歪歪扭扭的 所以呢我们在Windows里面 或者是在Mac里面都一样 我们有这个Grid的概念 在你的一个Windows上面 事实上是有切出格子来的 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图来说的话呢 我们事实上有12345 我们有五列对吧 第一列只有一个东西跨了三个Column 第二列呢有三个东西分在三个Column 依此类推 第四列只有两个东西 其中一个我们让它跨两个Column 依此类推 那事实上有几个Column或几个列 是你程式设计师可以决定的 举例来说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也可以让0跟跟号X 是两个按钮是一样大的 若是如此的话 你的视窗长得会类似像这个样子 对吧 123456789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任务就会变成是 你要指定说你这个Program 你这个视窗并不是只有三个Column 因为只有三个Column的话 这个地方瞧不定嘛 所以你会变成必须要说 好啊这样子啊 那不然我们就给它六个Column好了 好举例来说啦 我们就这样子切 这样子切 有六个Column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Button1 它也占两个Column 它也占两个Column 然后Button2也是 Button0呢占三个Column 然后跟号X也占三个Column 依此类推 好那这样子呢 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愿意切出够多的Column 跟Row的话 你想要排得很fancy很花俏 也是可以的 好 所以呢如果它跨好几个的话 我们说它span span for multiple rows 或者是有时候也可以span for multiple columns 好的 那么呢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们当然必须要自行指定 我们是要有很多Column 很多Row 几个几个之类的 有了以后呢 我们就说 好你这个Widget我要放这里 放那里 指定Column跟Row 指定span 就可以啦 所以呢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待会会把一个Label 放在Row0 Column0的地方 然后把Button 放在Row1 Column1的地方 写法呢大概是像这个样子 好 我啊首先 我会Define一个Member function 叫做CreateWidgets 在这边 好 CreateWidgets 那你可以看到我等一下 会在这个函数里面写很多 建立Label 建立Button的事情 所以我这个 嗯 Constructor 做出Grid了以后 下一步就是呼叫这个函数 去把Widgets创出来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使用了Label和Button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是什么 这两个是Class 在Library里面 它不但有Friend 它也有Label 它也有Button 所以呢 一个LabelClass 你让它伸出一个物件来的话 那个物件就是一个Label 然后你再把这个Label 贴到你的Grid上面去 就可以啦 好所以我们用TKLabel 做什么 做出一个Label来 好 那这个时候要传一些有用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叫Self 它的意思就是在跟你说 诶我这个Label 是属于我们这个Windows的一份子 这个想想还蛮合理的嘛 不然一个Label在画面上飘啊飘的 很奇怪 每一个Label你都可以说它属于哪一个视窗 你仔细想想你用过的Windows或Mac 显然是这样 那另外呢我们是在说 这个Label上面可以有一些预设的属性 比如说它上面应该要有字 所以预设是0 不是不能改 但是在这个例子里 那就是要怎么改 待会再说 那Button的话也一样 这个Button属于我们这个Windows 然后这个Button预设的Text 上面写的字是1 这样子 那么当我们这么做了以后 这两个物件 就马上就会变成我们这个Windows的一份子啦 所以呢 这样子就可以建出两个Button 对不起 建出一个Label和一个Button 并且让它们成为我们的这个Windows的一份子 好 然后呢 我们Button做的事情就跟刚刚差不多 那接下来 我们要把它们放到Grid的上面去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用这两个Object 去呼叫Grid的函数 然后跟它说 诶 我在Row0,Column0 诶 你在Row1,Column0 依此类推 那你如果后面加一大堆东西的话呢 你就是要用一样的方式自行把它们排好 所以我们SpecifyRow跟ColumnIndexes 那一样跟这个List一样 0表示第一个 1表示第二个 以此类推 弄下去了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结果啦 你就会看到MyCalculator上面有0跟1 好 我们快递试一下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的Program 那我们必须要修改它一下嘛 所以我们来把这个 进阶版的Program拿出来看 这个呢 就是加了刚刚那些Widget 那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确实里跑出了这个什么0啊1啊之类的 0不能动 1可以按 按了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因为我们还没有写 要让它发生什么事嘛 好 不过你可以看到 这确实就是让我们可以加东西进来 OK 所以我们又往前前进一步啦 好 好 那么呢 刚刚亮不错 我们确实已经有Button跟Label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让它们会发生效果 所以我们要来开始写Functions 因为Functions是动作嘛 那我们这里特别再次强调 我们写的是所谓的Event Triggered Function 也就是说呢 这些Functions要有人去呼叫它 才会发挥效果 而且这个呼叫的方式 我们想象中就是待会儿 会有人去按Button嘛 所以你等一下观察一下 我们的Code会在某处跟你说 要是有人按Button 我们就Do some function 大概是这样子 叫做Event Triggered 所以呢 我们来写一个Event Triggered Function Function在这儿 我们自己Define了一个Function 那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Member function 它呢 叫做ClickButtonNo.1 的时候要干嘛 我要去呼叫self.label.configure 然后在里面传入text等于1的这个动作 那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是在干嘛 基本上就是在说啊 我要来把这个label的text设成1 不再是原本预设的0 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是透过一个label的一个Member function 叫做Configure去做的 Configure呢 允许你去modify这个label的许许多多的属性 这个label有很多属性啊 比如说颜色啊 字体啊 这个字的内容啊 或者是位置啊等等 一个label有很多的属性 其中一个我们已经用到的属性就是这个text 所以呢 我只要呼叫configure 然后跟它说 我的text 我想要请你帮我改成字串1 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发挥效果 我们的label上面的字样就会变 好 定义这个function固然是不错 但是要有人会去呼叫这个function才行 谁会呢 你不会在main function里面自己写一个这个呼叫他的东西 好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当有人按这个button的时候 要去呼叫 所以我们要写这一段code 当我们在建立这个button的时候 我要告诉他 如果有人按了你 那你要去呼叫哪一个function 也就是这个comment的这句话 这句话呢 我们说我们加一个event listener到你的button里面去 好 event listener是一个很通用的概念 它的意思就是 你派一个人去专心听 有没有人来按门铃的那个概念 如果你发现有人按下button 那就会被event listener发现 就好像是你去按门铃有人来应门 一样的道理 好 他就会说 哦好 有人按铃的话 就去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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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class 它在create的时候呢 允许你传入的这个参数 的这个argument 和平常还不大一样呢 平常你会传float 传int 传list 传whatever 这里传进去的东西 可是一个function哦 我传一个function 给这个class的constructor 那跟他说 待会做出来的那个object 请你把它跟这个function连在一起 以便要是有人按了他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做事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如果有人按了的话 一个click event 就会去trigger click button number one 好那事实上还有很多别的啦 比如说你也许会有一天会写一个program 有人滑鼠点一下会一个事件 点两下是另一个事件 按右键是一个事件 长按不放是一个事件 依此类推 这个有可能 那你就要有不同的语法 去把他们的这些函数 跟这个button 把他们连在一起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当然你要小心 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呢 都是在帮calculator 在写function 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东西 放进calculator里面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一些很奇怪的global function 所以要记得大家 这些东西都是 这些东西都是calculator的member function 这样子才会正常的运作 你千万不要把它们写成global function啦 好 如果我们成功了的话 我们的这个program就变成像这样 那我们试试看 好 我们的program在这儿 我们做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这里加上comment 对吧 那这里加上这个按button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之行 于是我们得到了这一个program 把它稍微放大 拉过来 按下去 就变成1了 确实是会发挥效果的 那你继续按 呃 怎么都不会变 本来就不会变嘛 因为你说的事情是 要是按了的话 就把那个label的text变成1 那你按1000次 它也还是1啊 因为这里其实是有发挥作用的 它就是不管你现在是什么 就把它改成1 所以自然你就看不出来任何的变化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让它发生变化 基本上呢 我们只要修改一下 这个configure的函数的参数就可以啦 也就是说呢 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一样要把一个东西放进text 但是我要让它 呃 比如说 我们来试试看 我想要把它加在后面 也就是说呢 当有人按下一次1的时候 我们要得到1 按两次要得到11 按三次要得到11 E10A推 那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干呢 因为这跟这个小算盘有点像嘛 小算盘这种东西就是 如果算盘在这里 然后目前上面显示413好了 你再按下任何一个button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把数字接在后面嘛 然后这个413会往前推 对吧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能不能把label的东西拿出来 在后面串上一个 我们按的按钮 答案是可以的 去这个label 呼叫一个函数 叫做cget get的时候可以get很多 各式各样的 你这个label上面的属性 的资讯 那么你传text的字串进去的话呢 就是在跟它说 欸 告诉我 你的text属性 里面存着什么内容 答案就是现在的字串嘛 那那个字串呢 那当然这个时候你要看library 看这个东西回传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是回传字串 你就加 加上这个字串 把它们串在一起了以后呢 再一起传进text 那么结果自然就会发挥效果 所以这个是回传 current text of a labeled object 所以呢 当我们按下button的时候 它就会 加一个1 到current text里面啦 像这样 很快你试一下 所以我们唯一改的地方就是这里 执行起来会怎么样呢 按 按 按 它就会开始往右边跑 那这个很有趣啊 因为你一边按 你一边那个e 还会跟着跑 对吧 因为我们还没有设定说 你这个button要多大多小 靠左靠右之类的 所以基本上呢 当这个label越来越长 它就预设 它就是放在中间 结果它就会跟着往右边跑啦 还挺好笑的 好 那么呢 看起来还不错 也是顺利地再往前进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啊好啊 那我们来调一下 这个外观吧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widget的height width 还有font 那怎么调 首先呢 简单的事情就是 height跟width 是直接把数字 你想要的数字 传进去 大概就可以啦 所以像比如说label啊 或者是button啊 height 是指说我一共有几列 而width 是说我可以放几个character 这个东西呢 是说我们因为今天里面要放的是文字 所以呢 它让我们的height跟width的这个单位 是用文字在计算的 你有几列 或者是你可以放几个字 那如果你今天的label或button上面放的是image的话 这里就会变成pixel 那当然这东西就是你看document的时候 文件会告诉你 好 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 那待会呢 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去改字体 不是每一个widget都可以改字体 但是像这种放文字的当然就可以 那我们要改字体的话呢 要使用tkinter 里面有一个class叫做font 这个font 我们用它来create font object 然后我们待会再把font object去丢给我们要的widget 然后呢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好所以呢我们就来import tkinter 然后点font 然后把它叫tkfont之类的咯 那我们来看看program会长怎样 假设我刚刚那句import已经写好了 那接着呢我就要在这里先建立这个font物件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font物件f1 它呢是size是48 也就是说字体大小是48 然后呢font family也就是字型 我们让它是curial new 或者是其他你喜欢的字型 如果你想知道你有什么字型的话 打开你的word 然后呢下拉选担一拉你就知道啦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去设定size 设定family 好于是呢我就有了f1跟f2 那么当我在建立这个物件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font塞进去 我就把这个font塞进去 这么一来它就会改掉这个label和button 上面的字的外观 那另外呢我想要设height跟width 那我们这个button跟label都是一行嘛 你看你那个小画家 不不不不小算盘 小算盘的那个数字列 的确就是一行对吧 然后button呢也是每个都是一个字 所以height自然就是1 那width的话呢就是我想要让这个button稍微宽一点 所以我就帮他设2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个button大体上来说就是你可以有两个字元那么大 这样子叫做width等于2 那么label这里呢我们就说随便不然就让他先有七位数吧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容纳七个数字 七个digit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所以我们也来试试看 那么呢到这个阶段结束为止 我们就有这个calculator1.0啦 距离我们上市这个是可以是更加接近 好所以1.0在这儿 好我们在这里加上了font 然后我们在这里加了height跟font的相关资讯 这个东西很长在右边 好我们试一下 登登 好所以我们这样子呢就得到了一个 看起来美观多了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你一直按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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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嘛 因为就是超速范围 好但是现在看起来更有模有样啦 那么1.0已经有了 那我们就往1.1迈进 那我们的1.1版里面呢 就是让我们来把全部的button都放进去吧 那这件事情倒不是很困难 毕竟你button1会放button2 基本上就是如法炮制嘛 只不过呢就是1 它的字不能显示为1嘛 要显示为2 这不是废话吗 然后呢第二个事情就是 它要这个 一样它要绑一个comment 对吧 它也要说如果我做了某件事情被按了的话 我要去呼叫哪个function 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把这些button全加进去 我们等一下再去改 它的这个要按什么按钮的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暂时先让他们就是呼叫同一个function 就好啦 好 那么呢这个button3到button9要做的事情自然就是都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就 呃 这里就不写啦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setup他们的location 所以我们要呼叫这个grid的函数 那么呢我们现在就一口气把他们全写完 对吧 所以就是呼叫一个又一个的grid函数 那么呢今天 button1 button1在这里 它是第一列 第0栏 对吧 button2 是在这里 它是第一列 第0列的第一栏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写什么 好 10 然后11 对不起刚刚讲错了 第一列的第一栏 那 label呢 label这家伙放在哪里 第0栏 第0栏 这里 但是我要跨三个column 所以我的column span 要有三格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这样子下指令了以后呢 那这个program你就会知道 你到底想法东西放在哪里有多大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今天这里 我们还有button0 这个是grid 那 第四列 的 第0栏 对吧 理论上是这里 但是我们让你跨 两个column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整区 都是你的 然后预设 我们会置中 那最后就是这个square root square root 就继续放在这里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square root的button 我们等一下理论上 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漂亮的图示 但是这个待会再说 所以我们现在先写它个小s 暂时先让它的label长量 让它的text长量 就可以啦 好 那我们很快地试一下 这个calculator1.1会怎么样 好 calculator1.1 那我们呢 就跑跑看 基本上呢 你会看到所有的button 都被建立了 并且呢 唯一的差别就是 它们的字样不一样 那你就觉得 啊怎么这么麻烦 那也没办法 毕竟 啊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嘛 不一样的东西 自然就需要重写一遍 然后呢 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要set它们的grid 然后呢 一个一个地要慢慢设 这样子 这个是label的设定 这个是button的设定 然后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是零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跑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 哦不错不错 只不过就是现在 没有填满总觉得有点丑 然后按下6 它还是会跑出1来 这个等一下要修一下 好 那我们就继续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继续调外宽 我们想要来让这个 一个button 它会充满整个 它所拥有的区块 所以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些margin 都把它拿掉呢 Grid的这个函数 它有一个parameter叫做sticky 就是你要粘 你要把你的widget stick到哪一个side 你可以说这件事情 如果你说要stick to that side 那你就会把那之间的margin 就把它拿掉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官方文件有告诉我们 我们东西通常预设是放在center 然后你可以说 你要stick to东边 stick to西边 北边南边 东南东北之类的 你用这一些关键字丢进去 就知道了 所以呢 写法是这样子 我可以设sticky 这个parameter 然后传tk.1给它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widget 就会向右边填满 右边就不会有margin 如果你传N1的话 就是东北 那就是右边跟上面 同时都不会有 value 那今天都不会有margin 那今天如果你 又想要右上 又想要左下 或者是又想要右上 又想要左 诸如此类的 你可以把它们加起来 很有趣吧 那你今天就想说 诶 这个tk.1 tk.ne 是什么东西啊 一定要解释的话 基本上它们就是几个整数 只是你不知道它的value而已 然后这些整数呢 可以保证 当你在这边做这些相加的动作的时候 事实上它不会互相混淆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 但是library里面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它有可能是1 这个东西的value是1 然后n呢是2 w呢是4 s呢是8 这个只是举例而已 所以sticky如果看到它的值 你传1给它的话 它就会往右边对齐 那今天如果是n1呢 n1的value很可能就是3 所以它如果看到3 或者是它看到1加2 它都会帮你把往右跟往上对齐 那se呢当然就是9啦 依此类推 那么今天如果是这个呢 往1 又要往nw 那不就是6吗 那就是传7进去 如果传7的话呢 它就会往这些方向对齐 依此类推 它只要确定所有可能的组合 都不会互相重复数字 就好了 那我们collibrary的人 我们事实上根本就不care 它里面的数字是什么 反正它叫我们这么写 我们就这么写 OK 好 那么呢 我们就把roll跟column的设定之外 我们再加上这个sticky的设定 那么呢 比如说button1 button1 我们原本有这么一大块空间 对吧 因为你看4跟7应该看得出来 画得还真丑啊 但总之button1 我们把它往右边推了 我们把它往右边推了 所以呢 所以呢就变成左边空的比较多 而右边就没有空东西啦 button2呢 我们把它往左边推 button3 button4 我们往上跟下 基本上呢就是不会发生作用 因为它本来上下就是填满的 然后 东北啊 西南啊 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那么今天button0呢 button0在这里 我们把它往东北和西南填满 那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填满整个空间就对了 已经帮你留好的空间是这么大 那你就把整个空间填满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在这个program里面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应该就是想要remove all the margins 所以我们应该是对每一个这个sticky 都是给它ne加sw 这样子的setting 这样子set下去的话呢 基本上就会变得比较漂亮啦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帮你把这个sticky都设定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是作为一个这个 刚刚的热身状态 所以呢 就是e啊 w啊 nrs之类的 那我们跑下去呢 就会发现它们的东西 就是长得跟刚刚我们中间看到的东西 是一样的 好 就是像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修修改改 好 你就会看到效果变得不大一样 不过呢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要如何做这个修改啦 那么呢 嗯 我们接下来就是 button2 button3 button4 这些东西 我们要帮它们有不同的function才行 好 所以比如说我们不如这么做 我们在这里click button1 那在button2的地方 我们就click button2嘛 然后我们就复制一个click button2 然后把档名改掉 把函数名改掉 然后呢 后面要干嘛 理论上就是如法炮制 如法炮制 只是我们要加上去的字样 要从1变成2 好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应该会对所有 除了square root以外的button 都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这个还挺机械性的 就是只要我们花点时间 就做得到 那么 square root的话要干嘛 square root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呢 应该就是一样 按下去的时候 去呼叫某一个函数 而这个函数 要做的事情 就稍微比较有学问啦 首先 我们要把这个字取出来 好 这本来是一个字串 那么呢 上面some号是一串数字 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成float 欸你就说啦 那干嘛不转成int 要转成float 因为我们可能会允许使用者 连续按两次square root 对吧 所以我们按一次square root的时候 出来的数字 可能就已经是有小数了 所以这个时候转成float 才是合理的 好 current number 不论你是多少 用math 这个函数 对不起 用math library里面的square root 去取出它的square root来 好 得到了开根号的值了以后呢 我们用round这个函数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再把它转成string 再传给text 好 那这一切都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合理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做的事情就是 拿出这个数字 转成float 找到square root 然后rounding 转成字串 然后overwrite 它现在的数字 这样子就可以了吧 好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了以后 你马上接着就去按下一个button的话 会怎么样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下 不过呢 我们就直接讲 今天我们在按下任何一个button的时候 1到9 1到0 任何一个button的时候 我们是把一个数字 append到目前的数字后面 对吧 那我们如果今天真的是小算盘的话 我们会这样吗 我们理论上应该是开完根号了以后 再按任何一个数字 都要把目前计算的结果洗掉 重新的把新的数字填进去才对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修一下我们之前的program 所以啊 我们现在来加一个flag 来表示我们现在如果按下一个数字 到底是应该append在后面 还是应该reset这个number 应该reset吗 我们呢 让它先预设为true 好 那么今天呢 每一次当我们按下button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问 请问 我这个should reset是不是true 如果是true的话 我就reset 那我就是text 直接变成那个相对应的数字 1就是1 然后呢 我就把should reset设成false 为什么要设成false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重新启动一次输入了 所以我现在按下的是1 的话 接下来我按2 应该是要append在后面 而不是把现在的1洗掉 好 那如果我今天should reset是false 那我要干嘛 我就不要reset 我就要接在后面嘛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这个code 它这个if else 基本上呢 就是对number1 应该要这么做 那square root的话 应该要干嘛 square root的话 一做完就要把它should reset设成true啦 所以呢 如果你是做square root 七花的做了一番 然后 你按下去square root 得到一个数字 再去按1 或是按3 那就应该要把现在的东西洗掉 好 不然的话呢 你就应该要接在后面 那你就说啦 诶 那我们对这个 click button number 1 都这么写了 那就去把click button number 2 到9 到0 全部都这样写吧 那这个大概不需要这么做 好 因为那样子写有点太累了 而且 不module的rise 所以呢 我们不如这样 我们就define这个function 但是我们把这个 这个 这个 用变数的方式呈现 那么呢 我们按下一个button的时候呢 就去set number string 1 set number string 2 这样子的话 这整个就简洁多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rogram 好 这个是我们的calculator 2 calculator 2呢 就含有所有我们现在有的东西 是reset 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所有的button 的command 都变了 变得相对应的这个函数 然后呢 我们 在这里 我们有这个set number string 这个功能 然后这里有我们刚介绍的 是否应该要reset 好 因为我们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才能够确保 我们按下这个数字键的时候呢 会做合理的事情 然后这里 是每一个button 个别的有一个member function 然后去呼叫它 然后呢 这里 我们可以click button square root 然后我们就click 就会做square root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那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 是 让所有的button 都有一个自己的event listener 然后每一个函数是不同的 好 那我们试一下 9 1 开根号 诶 变9.54 还不错 3 6 开根号 变6.0 7 8 9 5 开根号 变88.85 哇 这看起来真的是很像一回事啦 对吧 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基本上 就是一个square root calculator 那我们在按下s的时候 我们不是会得到一个这个float吗 它允许我们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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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不停地把现在的数字拿来 变成数字 然后做square root 再写进去 每当我们按下square root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按数字 好像这些就会reset啦 那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如果我们不做这个reset与否的动作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 注解掉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们也就是不要去检查 它有没有 这件事情 那我们如果不检查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无论如何就是要接在后面嘛 就是我们之前写的 接在后面 然后呢 这里我们也不要做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96 开根号 9.8 不错 那你再按9 它就会接到后面去 嗯 就有点怪了 对吧 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需要那个flag 不然的话 你再按它就会接在后面 好像跟 我们预期中的小算盘 就不太一样 好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只要我们把刚刚那个flag 改回来 基本上就是一个功能完整的 square root calculator 只是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个小s 看起来确实是不大顺眼 理论上最好就是放一张开根号的图上去 那怎么放呢 等一下再说 那我们呢 现在想要来做的依然是 square root calculator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比较酷的 square root calculator 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 固然是都会动 但是呢 跟右边这个比起来 如果我们可以在square root的地方不要写个s 而是放一个开根号的图 那感觉就好多了嘛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在label上面 不要只能放text 我们来放image 试试看 好 那所以首先你起码要有一个image的图 对吧 你起码要有个square root 所以你看你是开你的小画家也好啊 或者是用任何方式都好 你要先产生一个图片 ok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个image 那么一个图档呢 一般来说通常比较常看到的是png jpg 这两种格式 那bmp也不算少见 不过很不信底 tkinter这个class里面 它预设的使用的做法 photoimage 这个东西 它只支援gif pgm ppm跟xbm 好 那这几种就比较少见啦 后面这三种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今天呢 我们先试试看 用预设的可以做成怎样 假设啊 我们有一个gif的image档 那么呢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本来我们是设定self的text的这个资讯 那现在呢 我们就帮self设定它的image 的资讯就可以啦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大致如下 我们以前呢 会在这个地方写上它的text是什么 现在呢 就是写上它的image要是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一样 是我们的一个button的一个属性 好 所以我们要先做出一个image的object来 就是用这句话嘛 这是一个class 我们用class来做出一个object 做的方式就是给它一个图档 那么呢 它就会把东西找出来 然后呢 它就会把东西这个做出物件 你就可以拿来用 这个是ok啦 不过你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有点丑丑的 因为它就是gif嘛 所以它就有背啊之类的就有这个问题 那你当然有一些解决之道 不过我们总不能一辈子就只用gif 所以我们待会会想点别的办法 那by the way 你如果要尝试这个program的话 不要忘了 你有这个路径的问题 所以你要码去设定你的working directory 不然就是你用cmd去打开你的这个program 再去run 总之你知道这个问题是你要处理的就对啦 好 那所以对于这个还不是很perfect的情况 我们要怎么办呢 大概是这么做 说起来 在写python 或是写其他比较成熟的程式语言的时候 就结果来说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有一件想做的事情 你就去查要怎么做 就会有人告诉你要怎么做 好 比如说你说 python tkinter figure 或者是image 然后png 你就打这几个关键字 上去google 或是其他的搜据引擎 你就会看到有人说 哦 不然呢你就用pil 这个library吧 好所以呢我们就这么做 我们呢今天如果想要用pngformat 我们可以installpig 也就是pythonimagelibrary 这个东西 那不过有趣的是呢 虽然这个library叫pil 但是你install的时候 你是要installpillow 这个东西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他们的官网 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跟pillow有关的 各式各样的事情 不过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反正你就是去pip installpillow 这样就可以了 若是你安装好 那语法 讲起来就是改一行而已 我呢frompillow 我去import一个叫做imagetk的东西 那么这个imagetk呢 就可以replace我们刚刚的那个tk 然后呢photoimagefilename 一样照用 然后呢就成功啦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嘛 所以我们建出来的物件 一样是一个imageobject 只是现在它是从photoimage做出来的 而这个photoimage呢 可以接受png 就是插在这个地方而已 所以呢就是你的class 变成不同的class了 然后你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很快递 试试看 好我们这里有一个calculator3 好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就是这里 多了一个这个import的指令 然后呢在这个button附近 好这里 我们建立了一个imagesquare 然后我们把imagesquare丢进去 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 好如果我在这里尝试执行 就会跟我说各式各样的问题呀 但总而言之就是我们那个图档 它找不到就对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rogram 我们呢基本上就是这个program 要跟这个gif或是png放在一起 好这件事情才有可能会跑得出来 所以呢我们就ok 那我们就去cmd 好我们呢就先切换资料夹 然后我们就python 那我们这个叫做calculator3.py 诶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啦 你可以看到自己确实变成一个 蛮漂亮的png图档 好所以就再来36开根号 诶不错 48开根号 95684开根号 好就变成这个样子 大体上来说呢就是它维持原本一样的功能 但是变得比较好看 好这样子就算是蛮成功的啦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问大家 你如果去试着把刚刚这里的这个self 和这里的self拿掉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calculator它还是会动 但是image会不见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来这里把self拿掉 我来这里把self拿掉 好損档 那我们重跑一次看看 诶这个program还是会动 96还是可以开根号 不能开根号对不起 96呢你在这里按 按不出东西来 因为这个地方呢就变成没有一个正确的button了 那你就问他 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原因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function 对吧 function呢 里面如果宣告了一个变数 而这个变数是一个local variable的话 那这个function一跑完 local variable就会被清掉 这个就被清掉 所以我们用他的东西来传给image 传给button 用来建立一个button的时候 一开始是ok 但是等到这个函数一结束 你这个image square就消失了 一消失那这个button自然就爆炸 好 所以 基本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例子 就是说 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呃 好像大部分的时间就是call code library啊 改一改啊 看别人的example啊 改一改啊 之类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些细节的话 我们很可能就会一不小心犯错 而你犯了错了以后呢 在逻辑上却看不出任何的问题 就像现在这两行 如果你不懂 什么叫做local variable 如果你不知道local variable的生命周期 是跟着函数在跑的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知道 为什么这里建立一个物件 把物件丢给image 丢给button 去伸出东西来 你就没有办法理解 这看起来很make sense的东西 为什么就是不行 那或许你会看到别人的example 这里有写self 然后这里也有写self 你看到一个正确的program 对你照抄 或许今天会对 明天会对 但迟早有一天 你会不小心把它弄错 所以这整件事情呢 就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 我们学习虽然很多时候 都是抄抄改改 求速成 但是你可以的话 还是尽可能你知道每一个细节 会比较好 毕竟这才是长远之计嘛 好的 那我们就继续 最后啊就是 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更贴近 这个小算盘一点 怎么个贴近法呢 我们想要让使用者可以用键盘输入 而不是只能用滑鼠输入 那么如果要让使用者可以打字 基本上我们就是需要一个textbox 而不是一个label啦 那么两者的差别基本上就是差在textbox 只要你把游标移上去按一下 你就可以开始打字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说到底也很简单 我们就是要把那个label 换成一个textbox 所以呢 首先我们刚刚在这里建立label 对吧 我们现在要改成建立textbox 所以这个名字 我们把它换一下 那当然更关键的是这句话 我们原本用tklabel 来伸出一个object 现在要用tktext 来伸出一个object 这样才知道伸出来的是一个textbox 然后呢self还是要传 height一样 width一样 那现在呢不需要text了 因为你这个地方预设应该要是空的 然后等着使用者打字进去 对吧 那你想要的话你可以让它预设值是0 这是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font正常把它传进去 有了它以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要多做一些其他设定 首先就是grid grid要照射 那这个时候呢 要射的内容一模一样 你只是要把谁的grid 换掉就好了 接下来 当有人按下一个number button的时候 要做的事情也要略有一点不同 我们之前呢 是这里写label 这里写label 然后写configure 现在呢要换成text text text 那不过用法也不大一样 之前呢是用一个configure函数 然后把要设成什么样的text传进去 现在的话呢 变成我们要先呼叫delete 再呼叫insert delete 大体上来说就是把现在存在的内容 清掉的意思 那insert呢就是把现在你这里有的内容 把它塞进去 变成是要这样子两阶段的来做 那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处理的是另外一种物件吧 那至于这个1.0是什么意思 大家有兴趣就去查一下吧 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在讲 我要从哪里 从第几行的第几个格子那里去做删除 从第几行的第几个资源那里去做插入之类的 大家就去查一下 那我相信大家自己应该查得出来的 然后呢这里一样 如果你要把东西全部洗掉 再插数字进去 那你就加delete这个动作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是要append它 append它的时候就是把要append的东西传进去 告诉它append在哪里 那么tk.end 这个东西就是在标志说 我这个textbox的最后面在哪里 只要这样造的改 就ok啦 好 那么呢今天如果使用者 它按下的是square root button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是跟之前很像 我们之前就是把数字取出来 塞进去 所以现在把数字取出来还是要取的 但取的方式跟之前不一样 每一个object都有自己的取法 所以我们现在是这个object我们用get 而不是像之前用cget 然后呢get了以后一样 告诉它从哪里开始取 取到什么地方为止 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取出来了以后把它转成float 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又来了 如果是square root的话 你一定要先delete全部的东西 然后呢insert的时候 然后再把你要insert的东西 转成这个字串 你要insert这个 转成字串 然后呢再insert进去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calculator4在这里 好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label的地方 label 好这里 我们呢 把label的地方改成是textbox 所以呢我们就改了这一行 然后呢我们就改了这一行 因为要设定位置嘛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里 如果需要reset与否的话 我们会去做不同的事情 好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模组化的好处 如果我们之前不是这样子 写一个setNumberStream的话 那我们就表示 我们同样的一段code 基本上会在这个1235的7890 全部都贴一遍 那你现在就全部都要改 那一不小心出错 有一个东西没改到 你的程式就inconsistent啦 OK 然后最后是click button square root 然后呢我们也是做了相对应的改变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有东西 如果你现在直接开始打字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有效果的 因为你游标得要先移上去 再开始打字才行 那这个也蛮正常的吧 你没事有一个textbox 你不给它游标 它哪知道要打在哪里 对吧 所以就叫96 开根号 变9.8 那这个时候呢 9.8 9.81 9.82 你可以直接打在后面 或者是按开根号 这个时候如果你按的是数字键的话呢 它就会把它清掉 因为从数字启动 和从文字启动是不一样的嘛 我们今天在这里按数字键的时候 我们会呼叫我们使用的 我们写的那个函数 它呢 就会让我们检查是要接到后面 还是要把东西洗掉 但是如果你是透过键盘的话 比如说我把游标移到前面来 我甚至可以在这里打字 好 那更不用说我开完根号了以后 游标在那边闪啊闪的 我也可以来这里打字 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textbox内建的这些各种功能 那自然就是 我们没有说它什么时候要清掉不清掉 它就是用它预设的 就是游标在哪 你就往哪输入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这个样子就是 呃我们展示了一下 如何把label换成textbox 好的 好 那么 基本上呢 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我们想要讲的这个关于calculator的部分啦 我们今天 透过前面的这些基本的尝试 做了一个calculator 那也算是展示了各式各样 把wigi加进去的可能性 好 那我们后面还有一个example 我们会再多介绍一些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example 这个example呢 是要做scatterplot plotter 挺难念的 但反正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程式 它可以画这个散步图 所以我们程式大概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好 我们要有两个文字方块 让使用者输入 comma separated values 然后呢 我们按plot 那接下来呢 就要在一个canvas 在一个canvas上面 把我们的scatterplot画出来 那么我们刚刚还没有用过canvas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是要来试一下的时候啦 好 所以呢 我们先用plotter1.0 我们先把外观做出来 所以我们一样import 我们需要的这个tkinter 和tkinterfont 然后呢 我们一样继承frame 去做出一个plotterclass出来 然后呢 这三行长得跟刚刚一模一样嘛 先呼叫parent的constructor 然后呼叫grid的函数 然后create widgets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create widgets啦 跟刚刚差不多 先建立一个font object 然后把它拿去给大家用 如果你希望有不同的setting 你可以有不同的font object 然后呢 建label 这没问题 建textbox 这个刚刚也玩过了 所以你这里把它改成text 就会变出textbox 来 然后呢 高度 宽度 你一定要 一样要设 那宽度这里呢 我们先设说 你可以打40个字 button 的话呢 就是 你要有一个button 让它按下去的时候 可以去 画东西 最后 你要有一个canvas canvas这个物件呢 是用canvas object 讲错了 canvas class 做出来的 在这里呢 你要告诉它 它属于谁 它的宽度和高度 所以就用800乘600 那这里呢 当然讲的800跟600 是像素的概念 那最后 我这个canvas的background 然后是白色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们放到grid上面去 所以我们来回忆一下 我们刚刚在干嘛 我们这里有两个label x跟y 对吧 然后有冒号 然后呢 后面有 大大的文字方块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button 最后 底下有一个canvas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第0列 第1列 第2列 第0栏 第1栏 第2栏 那你跟这里 传进去的参数对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是怎么把东西摆上来的 那当然colum span 这个东西 你现在也可以理解 它在干嘛 然后呢 这里有我们tk.1 我们这个sticky setting 会让我们的这个text label上面的text 被往右边靠 那这样子 我们觉得比较好看 大概是这样啦 好 那我们很快点看一下 这个程式 好的 plutter1在这里 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基本上就是把 所有该家的东西 加上去 然后呢 我们为了要这个 待会开发方便起见 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click 这个button 以后要干嘛 已经先放好了 不过目前还没有让它做任何的事情 好 执行 执行以后就会看到这个样子 那这个canvas 当然你不能对它做任何的事情 那这里呢 你可以打字 打各式各样的字 那反正呢 你目前按下plot 它也不会发挥任何的效果 这样子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好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画面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画scatterplot了 所以要画scatterplot的话 要怎么画 诶 刚好上礼拜不是教过吗 我们可以使用metplotlib 这个library 来做这个scatterplot 所以呀 我们基本上就是 我们来import 这个library 那我们叫它pyplot好啦 比如说 好 所以呢 今天我按下button的时候 我要说按下button的时候 要干嘛 要干嘛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要去把文字方块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我们今天呢 指定开头指定结尾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字方块的资讯取出来 取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字串嘛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在这里split它 split的时候呢 我们用豆点来隔开 所以我们待会输入的时候 自己要记得 我们要用豆点把它隔开 隔出来的东西 变进x了以后 x里面现在存的还是字串 所以我们把它float了以后 就变成数字啦 然后对y呢 如法炮制 那这样我们就有x跟y了 接着我们就去plot它 plot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setting 比如说我想要大一点的圈圈 我想要蓝色或是什么的 然后呢 我们就show它 这样应该也就可以了吧 画呢 大概会变成像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我们今天 在这里有plot2 plot2呢 如果我们去plot它 就跑出来了 比如说5 4 3 2 1 另外这里我们就乱打一通 7 3 4 9 2 之类的 plot 你就看到这东西被plot出来了 看起来没错对吧 5 4 3 2 7 3 4 9 2 还真的没错 而且画出来的东西你也觉得蛮眼熟的对吧 这不就是上礼拜讲的 我们在用这个 MathplotLibrary的时候会画出来的东西吗 所以这看起来确实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可以关掉 那个可以关掉 程式自然就会结束 好 所以这个是OK啦 不过 我们还是有几个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scatterplot 跟我们这个plot不一样 虽然开一个新视窗也没有说不好 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把它画在Canvas上 所以待会还要再调一下 另外呢就是这个scatterplot 它的这个xlimit跟ylimit 我们想要做一点微调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看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来把这个多一个函数 叫做make scatterplot 或者说make scatter 我们把x跟y传进去 那么我们传进来的x跟y 当然就是刚刚那一串数字 那两串数字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会做什么 我们呢先用pyplot.figure 来产生一个新的图 但目前里面还没有东西哦 然后呢我们来plot它 那这个OK嘛 接下来呢我们要用pyplot 这个东西 来设定xlimit跟ylimit 那这个是要设什么啊 这个东西基本上呢就是 就是以x来说我先把range算出来 最大值跟最小值差多少 然后我的xlimit这个函数 用豆点隔开的前面跟后面 各式去设我的这个图的x轴跟y轴 要从x轴的最小值跟最大值 要画到哪里去 所以呢我们就用minimum的value 去减range乘以0.1 max的value去加上range乘以0.1 然后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最小值和最大值 举个例子来说啦 比如说我刚刚输入的x 如果是12345 那么这个range就是4 那么呢我的图就从1-0.4 也就是从0.6开始画 而外面这里呢也是一样 5加0.4 那就是5.4 我们就从5.4开始画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于是呢我们就练习 哦我们可以设这两个函数不错 然后接着呢我们呼叫save figure这个函数 它就会把图存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 好存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png 有了这个png了以后 我们要干嘛 我看这里 好我们刚click button了以后 把x跟y算出来 我们去呼叫make scatter 那现在这个时候硬碟里面 就有那个png档了 我们呢就马上用这个老方法 去把一个image object做出来 然后呢呼叫canvas 有一个create image的函数 那这个函数里面呢我们设定这个图要有多大 要有多大 image是谁 以及一个所谓的anchor anchor呢就相当于是之前grid在讲的 就是所谓的位置 你要把它放中间 放左边 放右上 还是whatever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当然是把它放在正中间 样子一来呢 我们做的事情就跟刚刚就不尽相同了 我们不会开一个新视窗 而是我们会得到这个png档 然后把它有点像是抓进来我们的canvas上面呈现 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是应该要做的 就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一直把这个暂存的png档 它就留在硬碟里 那你不免觉得硬碟里有一天就会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垃圾 这样也不大ok 好 所以我们最后去删除你的png档 好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import always来做到 好 那这个大家以前可能见过 可能没见过 不过没关系 OS这个library 就是给你一些操作你的作业系统上面的功能的这个动作 好 所以这个 always.system在做的事情就是说 请你去delete你的temp.png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呢 我们就来试一下 应该会看到类似这样的画面 好 那我们来看看啊 今天呢我们这个program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import os import这个library 这个刚刚都用过啦 那那个image tk 这个也是需要的 那我按下button了以后呢 先去make scatter 然后make scatter在这里 最后是去save figure作为结束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show了 我们去set figure 然后呢我们在有了figure的以后 我们就在这里把东西抓进来 然后最后把它delete掉 那我们来试试看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这里尝试打字 比如说1 2 3 6 5 6 4 3 这样 可以 像这样 plot 这个时候跑出了各式各样的错误 然后你仔细的一读 我就发现老样子 就是你找不到相关的这个档案 因为我们又忘记设它的这个路径啦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又要去用命令体式支援 好 所以我们来python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calculator了 这个时候是plotter 对吧 然后是plotter3 然后又出现了 我们再来一次 4 不如就4 6 8吧 然后这里呢就来个5 1 3 plot 出现了 4 6 8 5 1 3 感觉真的是不错 对吧 那你说那我们能不能重画 可能可以喔 我们来试试看 9 3 7 1 跟 比如说这里一样是5 1 3 2 这个时候呢就又出现了新的图 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对吧 那你看这里 这里会出现一些其他咨询 就比如说什么temp.png 无法存取档案 正有另一个程序使用啊 不过看起来你的program运行还是正常嘛 所以你可能会想要深究一下后面他到底在讲什么 那可能需要可能不需要 那这个东西到了这个阶段 就是你的责任啦 好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确实是有办法把资料画到萤幕上的 画到我们的Canvas上的 好 那最后呢我们就稍微再展示一下 如果有时候你有一些心愿 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add coordinate labels 的话行不行 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能不能在这个画出scatterplot的时候 然后在每一个点上面顺便标记它的这个coordinate label呢 可以的 基本上一样 你想做这件事情 现在最好的方法大概不是看影片 而是去google或者是去搜寻 如何在scatterplot上面加上label in python这样子 这么做 那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example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试试看 你最终会这么做的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这里就如刚刚所说的 我们先建一个figure 然后我们这个figure呢 要来add subplot 那subplot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一个子图的概念啦 那你说这东西在写什么东西看不大懂啊 老实说我也看不懂 那这个并不是一个推卸责任的话 我呢也是上网去把某一个档案 把某一个人写的example复制下来 然后呢做我所需要的修改 然后呢把它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好我们现在先继续 我们先得到了一个subplot 这个ax这东西是干嘛用的咧 就是说啊我们先算出range 然后我ax来setxlimit 再算出range ax再去setlimit 所以现在这些事情做的跟刚刚都很像 然后呢我再去plot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最后就是 在我们这个subplot上面 我们想要来做annotation 那我们在干嘛呢 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说 我啊去xy的这个资讯里面呢 把值一组一组的读出来 每当我读出一组值的时候 我就使用ax.annotate这个函数 然后呢我就把资讯传进去 我告诉他要标在什么地方 我也告诉他要标什么东西出来 然后呢我们再来savefigure 那很多时候你看到example的时候 会有点看不懂 没关系 看不懂 想办法把它抓下来 先跑跑看再说 所以呢大概会出现像这个样子的画面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我们这里有plotter4 plotter4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他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修了这一段 好也就是说 他有这个ax啊 有这个annotate啊之类的 那我们来看看 哦不OK 好所以我要改成直行plotter4 好开始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比如说来个12345 y呢就给他83541 这个时候plot 然后你就会发现 诶这个荧幕上确实是跑出自来啦 但是跑出来的东西说对 好像也有点不大对 对吧 比如说这里有什么这个 首先先看点 点看起来没有错 位置都确实是对的 但是跑出来的东西 这里跑出来个8.0 3.0 5.0 4.0 1.0 诶好像是有y的资讯 但是没有x的资讯 对吧 那你回去看一下程式嘛 我们今天在这里annotate annotate的时候呢前面加的是 把y转成string 那把j转成string j看得出来是y里面的资讯嘛 所以也难怪我们只显示了y的资讯 看起来后面这个应该是在讲坐标 好 而这个应该是讲印出什么字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这里的str 如果不要只有j 而是把i跟j混在一起 加个豆点还是加个圆瓜糊什么的 能不能印出不同的字样 而这里 这里呢 我们现在就是传i跟j 看起来略为底有一点黏在一起 能不能把它分开一点呢 好 这个 我就不告诉你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门课已经到了 镜头的镜头 今天今天讲的东西呢 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个lecture video了 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干嘛咧 我们想要告诉你说啊 人们绘画的GUI 真的是很棒 但是呢 我们不是真的只为了教你GUI 而有今天的lecture 事实上 他也是想要告诉你说 我们人们在有一些开发上的需求 我们有一些产品上的需求了以后 它会进而影响我们写程式的模式 以前有这种写法 现在有这种写法 以前用procedural来解题 现在有OOP 有class 有object 有计程 让我们可以比较好的写出视窗程式 这件事情是并不会是永远不变的 procedural和OOP以外 还有很多种其他的程式设计的思维 是大家如果不去学更进阶的课 或者是没有进入这个产业的话就不会知道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你要的任务是能够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那我想强调的事情 这个东西是跟我们人生的学习历程 或者是跟人类知识的眼镜 其实是很像的 人以前就是能吃饱能活下来就好了 所以种田打猎之类的 后来我们开始想要在世界各地快速的移动 那我们就来发明汽车吧 后来呢 我们想要有很多汽车 那我们来发明自动化生产吧 后来呢 我们又发现 我们想要做高速运算 那我们来发明电脑吧 那有了电脑以后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率的制作出电脑呢 我们又可能需要新一代的精密工业 那再后来我们有网路产业 再后来我们可能有人工智慧等等的 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有新的需求 因此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 这想必大家都可以接受 今天在城市设计的世界里面 新的需求就好比我们想要做视窗程式 因此我们有了新的生产方式 就是写code的思维 做programming的思维 大家未来的人生也是一样的 你在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阶段 或者是人类演化到不同的程度了以后 你会有不同的生活上的需求 工作上的需求 你要做的事情 不只是去迎合一个又一个的需求 而是你可能要去思考 如何有新的生产方式 这件事情最终只有你能告诉你自己 你可能要改变你学习的方式 可能要改变你工作的方式 可能要改变你跟家人相处的方式 但总之就像GUI的发展 会影响人们写程式 生产程式的方式 你的人生不同的阶段 会让你做不同的生产方式 绝大多数的时候呢 我们在未来 并不会真的去写GUI 对吧 毕竟你们大多都不会当工程师 甚至于会当工程师的大家 很多也不会真的去写GUI 但即使如此 知道怎么写object 是怎么写class 怎么写计程 还是很不错的 知道如何做modularization 或者是对它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也是很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button 都是一个object 或者是我们用函数把重复的事情并在一起做 然后呢 知道有event listener 还是很重要的 当你学到一个阶段了以后 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感觉跟自己的人生 还真的是有点像 对吧 模组化的概念 对解题 或者做你人生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各种 这个团队分工 都有一定的关联性 OK 或者是像物件class 把东西包在一起 给人家用 像计程 别人拿写好的东西 你拿来用 event listener 等人来敲门之类的 你可以发现 人写程式的思维 和人生活的思维 会有一些对应 这也是很正常嘛 毕竟程式语言是能发明的 好 那么最后 今天呢 我们刚刚给你的例子 为什么特地讲得很模糊 他绝对是故意的 绝对不是我们特地拿了一个半成品 就来给你看 而是你今天到这里 听课已经听到一个极限了 好 我们这门课不会再从老师的嘴巴里 讲出任何东西来教你 而是就到此为止 你在未来呢 会经常遇到各式各样这种 像刚刚一样 呃 写了一半 好像有用 但是又不够用 的program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不管你是要加新的widget 加更多powerful application 或者是改function 或者是像刚刚那样子 我们给你一个program 你想要把它变得更好了 呃 只能靠你自己 要嘛你试试看 不然你就上网查 不然你就问别人 说到底最后 学习是自己的事情 对吧 学程式设计这件事情 为什么值得推广 呃 有很多理由 但其中一个理由呢 它还是在 它可以让我们练习自学 因为我们透过程式设计的学习过程 我们一定会去查资料 而且这个资料有非常非常多 都存在在网路上 存在在各式各样的学习资源里面 那么呢 大家透过这样的流程 反复不断的做 最终你很容易 或者说比较容易会养成一个 我遇到问题 我就要解决它 的习惯 那么对大家呢 都是很好的 所以这门课呢 影片的部分 也就到此为止啦 那有用没用 不知道 希望对大家 能够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 这样就最好啦 好 我是孔丁杰 那这个课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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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